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每個禮拜三 六 晚上九點上傳影片的阿萍 各位 最近啊 東京 一直都在地震 在這一個月吧 至少有感地震有十次以上 那其中的三次呢 還會有那個 手機的警報 我忘記台灣有沒有這種像手機發出來的地震警報 但是日本呢 其實每一個國民的手機呢 他應該就是 他會發出一個信播 讓全國國民的手機會響出這個聲音 而且我覺得非常誇張的是 因為大家都會開始響 他那種聲音發出來會讓人緊張跟不安 那我稍微放一下前一兩個禮拜 我們東京都發出的警報聲 那這些聲音呢 都可以在YouTube上面找得到 如果想要聽聽看的人 就可以在網路上面找 那不要隨便亂放出來 不然他應該會嚇到其他人 那我來放 我們東京都的 你們覺得怎麼樣 如果是以動畫來講 像什麼怪獸要來啦 還是那個 機器人要出來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這個聲音呢 我們聽了兩次 有一次是晚上11點 有一次是凌晨2點 在這邊叫 然後 幸好沒有太大的地震 我記得 呃 4而已 4 那但是在赤城縣的話是5弱 那真正的正央大概是5強差不多 那因為都是晚上嘛 所以聽到這個聲音會特別的嚇人 好 那簡單介紹地震的警報聲就到這邊啦 那現在來開始我們的重頭戲 那就是 那就是 防災包 這個 這個是我們自己準備的防災包 那背包呢 當然是之前是留下來的 只不過裡面的東西呢 我們就可以一一去買 那實際上呢 有專門賣防災包的網站 那我會貼在下面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去買買看喔 當然 住日本的人啦 那 住國外的人當然只能自己去收集啦 那那個防災網站呢 很貼心 有紙麥包包 也有紙麥裡面內容的 那也有全套的 那當然也有一點小貴 那我們自己收集的呢 都是找替代的商品 那大部分啊 都是在大串就可以買得到的囉 那我們現在來開箱囉 那我一個一個拿出來 然後待會再擺起來給大家看 好 首先第一個介紹的是這個空氣枕頭 我這個外面的包裝先拆掉了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比較酷的是 為什麼他們會認為說要帶空氣枕頭 有可能是因為不想要讓我們用自己身上的衣服去當作枕頭 因為要自己保暖嘛 所以他那個防災網站 他上面就有寫說 我們有可能要自己自備一個空氣枕頭會比較好 好 第二個是裝水的 這個我沒有拆 這個呢 可以裝3.5公升的水 我有看過地震的時候消防隊會開著那個補水車 然後去各個災難區 然後民眾就可以拿像這樣子 或者是桶子去那邊裝水 裝自己的飲用水這樣子 第三個 眼罩 幫助睡眠 好不好 第四個是拖鞋 如果想要休息 不要穿布鞋類的東西 改穿拖鞋的一個用途吧 第五個是雨衣 那這個應該是預防萬一下雨天 還有很冷的時候其實可以套著 讓自己比較暖過一點 好 第六個是隨身攜帶廁所包 在大蒼賣的呢 是只有小號用的 所以我就買了五個 大號因為沒有辦法用嘛 所以我在Amazon也有訂 算還沒送來 第七個是毛巾 在外面有可能不能用水 直接淋找嘛 就可以用毛巾來擦身體之類的 第八個耳塞 是那個睡覺必備 有可能到災難區啊 就是大家會集在一起 在那邊一起暫時性的生活 所以眼罩跟耳塞 我覺得是必要的 好 第九個是牙刷 那我覺得很奇怪的是這個物品的list 它竟然沒有叫我們要帶牙膏耶 那是不是要買一條小的牙膏咧 第四個是手機充電線 那這個是比較便宜大蒼賣的這一種 雖然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用 那預防萬一我還是把它放在那個背包裡面 第十一個紙膠帶 有可能在綑綁吧 需要用一些鏟子還是什麼 要增加它的勞固性所以需要吧 所以這個也買了 然後第十二個是蠟燭 幾乎在以前921的時候啊 我還很小全區都停電 那時候我們是住在林口 但是基本上應該整個台灣都停電吧 所以蠟燭是一個非常非常必要的一個東西 第十二個除菌的擦手巾 因為現在 Corona 的關係 所以這個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有可能出去外面 還要在那邊東擦擦西擦擦的 就是要讓自己盡量不要生病 如果地震的時候還生病 真的會讓人非常的崩潰啊 第十三個軍用手套 那這個我已經把它外層拆掉了 它這個是防滑的 非常必備 口哨 顧名思義 如果你陷入在一個非常危險的處境的話 你已經沒有辦法喊了 你已經很累了 但是你可以呼吸的情況下 你就只能用口哨了 那這個不是去大創買的 是去那個登山專門店去買的 第十六個萬能刀 在登山的專門店上面 它都要有寫特別的理由 但是在大創呢 它就不用特別寫 那這裡面呢 也有刀子啊 開罐啊 還是開那個酒瓶啊 這樣子 那它這個有八個功用 我覺得很厲害 好下一個是手電筒 我先把它的外層先拆掉了 是因為這個要先讓它充電 這一個我覺得非常的酷 第一個是它可以自主發電 像這樣子 第二個是 把這個拆掉嘛 它後面 它這邊也可以幫手機充電喔 那還有一個呢 是這裡 這邊 有一個 擴音器 它這一台可以聽 FM 還有AM電台 我覺得很強耶 撥撥看好了 我看一下喔 有 有 有沒有 超酷的 好 就是手電筒啊 好下一個是垃圾袋 那在大創呢 垃圾袋的種類非常的多 那我這個的大小呢 是買 就是普通 去買超市的那種購物袋的大小 好接下來是鋪地板的 那這一個比較常看到的時候啊 是日本的煙火大會 日本人要去搶煙火大會好的位置的時候 就會大量的賣這種電子 然後去鋪在地上 然後大家去搶這樣子 那還有露營的時候帳篷前面的那個小小的區域 我們可以鋪這個 好接下來是最後一個 緊急用糧食包 那這一個我買超多的 我預計如果一天只吃兩餐 就是比較慘的只吃兩餐 這個至少可以吃四天差不多 那這個呢 我都有去找 剛剛好都是素的 那他們只要加水 加冷水或熱水都可以 就是非常的便利 那還有一個呢 是電池 那這個是我剛才才去買的 那待會再放到另外一個包包裡面 那這個包包裡面裝的東西是 這一些 它的量還挺多的 好啦 這些東西呢 我有準備兩套 一套是我的 一套是Yu講的 那這個包包呢 我們一律都會放在玄關 那今天我就是開一包 然後給大家看說 有哪一些東西 就算是從大創買回來啊 還有買這個即時用包啊 我也花了大約 六千多塊 那買這個即時用包也花了一萬塊 所以總價來講 基本上應該是兩萬 那在防災網站裡面 這些東西全部加起來 大約是三萬出頭 一點點 所以我在想說 用大創買的就好了 那自己收集也比較知道說 自己需要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希望呢 大地震是永遠不要來啦 雖然好像有預言說 今年會有那個超大地震 希望是不要 好不好 如果有住在日本的人 不妨也向我們 慢慢去準備自己的防災包 預防萬一 真的要逃出去 沒有辦法 準備這些東西 好不好 今天介紹的防災包 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那我是每個禮拜三 六 晚上九點上傳影片的阿萍 那主要分享的影片呢 會是像這樣 日本生活的影片 還有像 現在我會擔心的 要準備的東西的影片 那還有轉鈕蛋啊 夾娃娃的開箱影片 跟日本露營 跟旅行的影片喔 如果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點下面的照片來訂閱我喔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